福宝的亲爷爷要回国了 福宝的亲爷爷叫圆圆 他在雄界可是了不起的雄物 辈分之高 他不动别雄可不敢动筷子的那种 他目前在奥地利的美全宫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你看看这宏伟的建筑 你看看这美丽的大花园 你看看他皮毛溜光白亮跟白月光一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马来西亚留学呢 当年杨阳在奥地利的时候 前夫龙辉因病去世 那时候杨阳才16岁 还没到退休年龄 于是圆圆奉组织的指令 带着KPI来到了奥地利和杨阳组建新的家庭 没想到杨阳旧情未了 心里还想着龙辉 拒绝和圆圆交往 圆圆也很委屈 雄家也是奉命行事 来都来了 放开点吗 我叫圆你叫杨 加起来就是圆房 杨阳怒吼 你少来这套 油腔滑掉 当雄家没文化吗 圆圆只能委屈巴巴的躲在一边抹眼泪 都说母老虎惹不起 母熊更犀利啊 于是圆圆和杨阳有着夫妻之名 却只能想着夫妻之时 变成了纯友谊的同事 圆圆也不参与繁育了 每天吃了就睡 睡了就接着睡 奥地利元方知道圆圆牙扣不好 年纪也大了 怕咬不动硬物 于是把竹子打碎做成竹子蛋糕给圆圆吃 而杨阳智商高 没事就玩玩意志游戏 搞点艺术创作 你看 圆圆就知道吃喝睡 精神高度完全匹配不了杨阳 难怪杨阳把圆圆拒绝得这么彻底 不过圆圆也无所谓 至少自己的亲孙子福宝的艺术高度能和杨阳一较高下 如今这两位纯友谊的同事很快就要回国了 不知道福宝能不能见到自己的亲爷爷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